而温馨的五月份受肺炎疫情影响 各个学校没有办法举行亲子活动 泰昌国小则是设计了特别的母亲节感恩活动 让学生以录制影片方式表达出对妈妈的爱与祝福 同时还透过了学校的网站 YouTube还有LINE群主和家长们来分享这支影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各学校庆祝母亲节都无法像往年一样举办亲子同乐活动 而泰昌国小就特别设计了爱的新体验 让学生以录制影片方式表达出对妈妈的爱与祝福 我们是一年小孩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们是一年小孩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的妈妈每天都让我吃得好 睡得好 穿得好 学习和体育都帮我顾得非常的好 因此我现在长得高又重 没有人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我想唱一首歌给我的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要喝 有妈的孩子想个宝 我是二年小班陈云婷 我要谢谢人是妈妈 因为妈妈每天带我上学 我知道你看班很辛苦很辛苦 还要帮我买早餐 让我每天吃的包包好好上课 我要谢谢你帮我照顾我这么大 妈妈我爱你 大家好 我是一年中巴黎姑姑 我想感谢妈妈 她以前就教导我 帮我让我遮遮骨子 谢谢妈妈 祝你母亲节快乐 活动是由爱的体验出发 让学生透过书写短文口语发表 或是图片图卡等来呈现 再来鼓励学生把心中的爱和感谢 用话语表达出来 借此可以教导学生表达的重要性 最后由全校师生集结在大草皮上 排出I love you 字样 首高举康乃馨 大声说出对妈妈及家人感谢与祝福 太山谷小爷把活动过程剪辑成一段影片 透过学校的网站、YouTube 还有LINE群主和家长分享 让家长们十分惊喜与感动 学校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学生懂得感恩与爱之外 也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己情感 对于未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上 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类会竟然相报道 well very well